大家好,我是老万 今天我们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 就是这种大厂的房车为什么贵 因为今天是在我香河房车的体验中心 而且我们这边刚刚来了一个瑞福的275 这台车就是很多人就说它贵 所以呢,在我自己的体验中心 咱就唠点实在磕,我也不怕别人打我 咱们就是兄弟这间朋友这间唠磕 咱们掰开了揉碎了 说它这个大厂的车为什么这么贵 首先大家要想一下什么是大厂 在中国目前房车的大厂氛围那么几种 第一就是背靠主机场的 你像瑞福就是,它背靠的是秦瑞 你像大通,背靠的是上汽大通 对吧,这种算是大厂 然后另外呢,可能有一些民间资本做的也比较大 那你比如说冯翠 它在商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基地 投资了一个12个亿 那么这是大厂 然后接下来我们说第二个问题 大厂的车为什么贵 很多车友他一定会提到说就是割韭菜 就是忽悠人 大厂不要脸 他车卖的特别贵 那么我们假设这个事成立的情况下 那么大家想想谁都不傻 那大厂的车肯定这个价格他就卖不动 对吧 然后第二个论点 就会有人说 哎呀,那是卖给有钱人的 那么卖给有钱人,有钱人买吗 所以我们要琢磨一下 有钱人是怎么有钱的 除了那种种彩票的 那种人傻钱多的 那个另当笔论 大部分有钱人 都是在某一行业比较牛 因为为什么牛呢 因为他挣着钱了 以结果论 他挣着钱了 他比我挣的钱多 他理论上比我牛的概念 概率就大 那么他既然比我牛了 是不是他比我还要聪明啊 你就想 连我都知道他大厂割韭菜 那有钱人为什么会买这个车呢 有钱人傻吗 可能有人说 有钱人钱多不在乎 我告诉你 越有钱的人越在乎 那么我们再想想 还有什么逻辑能解释 这个大厂的车 为什么卖的贵呢 我觉得这个气动就要琢磨一下 就是大厂的车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还有就是我们房车 都需要什么东西 那你比如说 我们先说一下 房车需要什么东西吧 我们买了这个房车之后 首先我们看中的是什么 房车的价格 然后是房车的质量 大部分人就看到这两点 其实往往第三点 更重要就是房车的服务 那么我觉得啊 房车的价格 就决定了它的质量和服务 特别是售后 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这台车卖给你之后 厂家赚了两万块钱 和厂家赚了四万块钱 那么它的售后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赚两万块钱的厂家 可能就会想 哎呀我本身就赚两万块钱 我就不给它搞什么服务了 然后赚了四万呢 它有两万块钱是用来给你做服务的 当然你有可能不需要它做这个服务 对吧 这是一个 为什么车贵售后就会好一点 第二 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它车的这个价格贵 为什么涉及到车的质量了 那我们都知道 中国所有的房车厂 它都是改装厂 对吧 改装厂都是人干的嘛 都是人来改装 很多车友就说 那大厂它就是割韭菜 你看啊 这个底盘是多多少钱 上装部分是多多少钱 那人家别的厂子多少钱能干出来 它就肥底这么多钱 对吧 它肥底超着成本高 它成本高个屁 它就是忽悠人 我觉得这个也未尝不是真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逻辑在里面 那我们就掰开了这个大厂的逻辑嘛 对吧 为什么说它车的价格高 它的质量会好 因为我也走了很多房车厂 虽然都是改装厂 有的房车厂呢 这个人跟着这台车走 对吧 就是它安完这个 安这个 安完这个 安这个 它没有定岗定泽 你比如说 它可能今天在坐安卫生间 明天它就安卡座了 后天它就安产暖了 就整个车就这几个人 他们什么都干 这是小辣的厂子 而大辣的厂子 我见过是什么呢 基本上都是流水线生产 这个工人是定岗定泽的 他就安这台车 就安这个车型 就安这个车型的洗手盆 那么它的洗手盆 它安的就越来越好 当然了 我说这个肯定会有人 还会反驳 你听我把话说完 然后第二就是 小厂子其实很少有机器的 很少有机器的 有一些特别小的厂子呢 它可能连 香板是买的 额头是买的 里边家具是买的 什么都是外包的 它组装而已 那么大点的厂子 大点的厂子 这种所谓的大厂 它很多东西就是自己做 那你就比如说 我前段时间就去了某大厂 对吧 它窗户 香板 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做的 那么其中我见到了一个 就是制板机 那么长的一个制板机 这个制板机就是大几千万 它这个香板就是自己 就是自己做的 然后我还见到了 你比如说 大厂 它这个香板之间是怎么拼接的 它的拓展机构是怎么安装的 它们都是用那种机器 类似于机械手臂的吸盘 叼起来了之后 到这儿 这么一对接 然后我就跟它们说 我说你们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它说我们所有的机械的 机械参与的多了 我们工人做了整体的培训之后 那么我们做这个产品 它的误差就小 它的整体性就好 你比如说拓展机构 以前是靠人台 那个拓展机构的轨道 和这个车里的这个电机的轨道 它要对的非常好 然后推进去才可以 那么你如果人对的话 用力不均 角度不对 就容易把齿瘤给损坏 但是齿瘤损坏 你又发现不了 因为推进去了 那么以后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 它这个齿瘤和轨道之间 就会卡住 这就是之前 为什么这种拓展机构 卡住的机率大 而现在一切都用机械算法了 用机械手臂了 电脑算法 它就严死和风的对进去了 然后你比如说家具之间 那么大厂它因为有很多的机器 你比如说风边机 你比如说它所有的板材 都是激光雕刻 这块扣一个窗户 那块扣一个门 然后家具之间的形状 也都是激光雕刻出来的 而这个所有的算法 都是在电脑上完成的 那么就两个家具之间 就很完美的就匹配了 它完美的匹配带来的好处就是 没有缝隙 需要打胶的地方少 然后在车辆行驶久了之后 这家具之间也不会异响 增加了产品的稳定性 所以说大厂出来的东西 它可能设计的不漂亮 或者配色你不喜欢 但它的根上肯定是比较好的 根上是完美的 你比如说像瑞福 它这台2700其实也是 你如果把它摆在车展上 跟同样的厂家去比较 同样是福特底盘的 同样是整个外观做的都非常像的 如果说没有走过厂家的车友 其实你看不到的 那么它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不同 你比如说从负粮 一直到它里边所有的家具 它会有很多不同 因为它整个生产工艺就是不一样的 而这些生产工艺 恰恰就是我们在车展看不到的 这也是我鼓励大家 为什么一定要去厂家参观 一定要去大厂参观 要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出来的 因为我说也就是说一些皮毛 那么到最后 肯定会有人已经按捺不住 要评论区要去骂我了 说老万 你就是大厂家给你宣传费 然后大的厂家给你闲 你就说大的厂家好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 然后有的人就说 那我想问一下 大的厂家车价什么时候降下来 我告诉你在现阶段 大的厂家的车价一定比小的厂家贵 我在这不否认小的厂家 也能够把车做得很好 工匠精神嘛 对吧 可能也确实能做好 对吧 但是我觉得做不好的概率可能会更大 那么在现阶段 因为大的厂家 它要有很多的人 人员 运营管理 它要上很多的机器 然后它一年又只能卖那么多车 所以导致它单台车的价格高 那么未来 如果说我们市场大了 那么 整个它车的销量大了 那么大的厂家的成本会低下来 为什么会低下来 就是因为它的产能高 你看现在 某厂家 一年有一万台的产能 但它实际一年 可能也就能生产三百台 然后小的厂家呢 一年也有三百台的产能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 它就没有优势 但是如果市场需要它一年生产一万台的时候 这个大大厂家生产 现一开 一万台出来了 这小的厂家呢 它如果想生产一万台 它就只能不断的招人 它招了很多人 它的成本反而上去了 所以未来大大大厂家房车价格低 小的厂家房车价格高 而目前现阶段 大的厂家价格肯定会高 但是高出这部分 有的人可能会说花了冤枉钱 但是我觉得高出了这部分 可能更多的 你买的是它的整体产品的品质 买的是它的售后 买的是它的合理性 这是我今天作为一个话题 跟大家探讨 大家也千万千万别喷我 我只是想推薪置腹的 在我的认知层面 跟大家去说一些这样的事 好嘞 这期就跟大家得不得到这 最后补充一句 现阶段我们中国房车市长 要有大的厂家 也要有小的厂家 同样 比如说它这个车卖40多万 对吧 那么我花不起40多万 我就只能花起30多万 对吧 那你就去买小的厂家的车 我觉得都是选择 但是这个道理 咱们今天要白上明白 是不是 好 就跟大家落到这 拜拜 这里欢迎大家来万家灯火房车俱乐部 向何房车体验中心 360度体验房车 好